中国古代装品复原,不名思义 就是将古代的彩妆,用古代的工艺去复原出来 以花养装的理念,在中国古代装品复原也有所提及 就是将花材或者植物药通过一种制备方法,达到这种养颜的目的 古代装品里面玉女桃花粉,其实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养颜粉 复原步骤呢,先断烧 让原材料的药性更加充分混合 第二步骤呢,是熬住稠米汁 二次断烧,一定要保持基底灰的纯净 这样植物药的药材才不会被污染 最后呢,装瓶 制作煤袋的步骤呢,先将电缆泥取出 调胶,调胶,塑形,打磨,雕刻 最后再通过晾晒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袋块 花西子的古方复刻,与我做的中国古代装品复原 有一定相似之处 就是将古代的这种工艺,将它传承下去 甚至于应用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中 作为专业的复原人,未来呢,我还是会主要集中于复原这个方向 复原人和品牌之间相辅相成 相信未来有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花西子和中国古代装品复原 去了解东方彩妆的魅力和中国古代装品的魅力 收编文化 我们et合照的肉类 我们et合照的永远 感谢观看 我们系列